据说,秦始皇在他统一中国后,渴望寻找一种更深层次的宗教信仰来满足他心中的空虚 一天,他听说了一群来自西方的贸易商人,在他的国家进行贸易,并带来了一种新的宗教,伊斯兰教 他被他们的故事所吸引,认为伊斯兰教可能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信仰 秦始皇决定和这些贸易商人交谈,了解更多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 在他们的交流中,他被伊斯兰教所强调的清一色的信仰,礼拜,慈善和虔诚深深地吸引住了 他感到这种信仰可以给予他统治下的人民更深的凝聚力和纪律性,也可以满足他内心的寻求 秦始皇开始研究伊斯兰教的经文和教义,虽然这并不是他的母语,但他对此充满了热情 他将一些学者召集到皇宫,为他解释伊斯兰教的教义,并逐渐开始实践这一信仰 然而,这种转变并不是没有挑战的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,儒家和道家的思想盛行,其他宗教很难被接受 秦始皇知道,如果他公开宣布自己信仰伊斯兰教,可能会引起国内外的不稳定和反对 因此,他决定将这一信仰保密,并指在皇宫内部实行 秦始皇在深夜里会私下召集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朋友和宫廷成员,共同进行礼拜和祈祷 他们在暗中保持这个秘密,以免引起外界的怀疑和干扰 然而,历史的车轮无情地滚滚向前 秦始皇去世后,他的秘密信仰也随之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直到后人研究他的生平和统治时 才发现了一些关于他可能信仰伊斯兰教的迹象 但这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